有兩個朋友問三八八 有一個問你怎樣看 另一個是胡曉江 他問你三八八被人控告 可否做淡他呢 其實如果你看消息上面說 索償的賠償金額 4.56億美元 的確不小 但是問題對於港交所來說 又似乎不是一個大衝擊 你說你這一刻可不可以做淡 假設只是盯著這宗消息 你都不知道一定不贏 你是爆贏的 即是你很有信心 那個官司贏的時候 那你就去碼了 但問題是我在分析角度上 法律這些東西我真的不懂 你問我特別說到國際層面訴訟上面 整件事 講於上次LME的事件上面 我覺得是很可憐 突然暗停交易這件事 你覺得很可憐 我自己覺得是很可憐 很可憐 但是問題 市場上面有很可憐的東西 老實說 很多東西都是 是 我自己接受不了 我最多就不去碰 即是我們的投資方向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接受不了那些東西 你就不用去碰 至於你要去說選擇 剛剛去沽它的時候 你就要第一方面 很有肯定地 在整個訴訟上面 LME是輸得對的 那我就真的分析不到為何 LME一定會輸 這個問題是整件事是蠻可憐的 但是問題上面 說怎樣去做交易 或者 你說是否沒有投機性質在整件Eclipse事件上面 的確不是沒有的 但是為何要這樣做 或者會不會遲了發現 所以我覺得 我主張港交所其實是不觸碰的 其實做好瘡淡 暢瘡部署上面 都不會特別高直播率 我覺得就是在 2萬點這些位置 你去找東西開打的時候 那些東西可以漸漸跌多少 還有一堆中概股回流 港股的成交 今晚近期來講 又好一點 少一點而已 又不是很好 但問題 是不是代表股價會穿30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容易 所以問題是你怎樣開打呢 就是如果你沽空的話 沒有槓桿 又不下得多 那你如果有槓桿 你又可能會輸IV 就是人生波幅 牛控症 可能會下的 但是打完你把才會下 所以問題就是practically怎樣操作 所以如果純粹以這宗消息上面去看 留給你自己判斷 就是你是不是對那宗官司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的 你就試了 4.5億美元的確是不小的 如果真的很多石 但問題是否這麼短時間下去 就是這一刻開始告 因為你這些法律的東西 可能五分鐘關一年半載 到時候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你今天做的部署 所以我覺得短線看港交所有股價 這宗消息的影響真的不大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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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